下面我们要谈的一个议题是 曾庆红露面 曾庆红我们在过去这两天 明镜其他的节目里边 何平陈小平都谈过 说曾庆红露面他所代表的意涵 那么让人家就想到了 曾庆红过去也有很多 有关于他的一些传说等等 那么现在考虑到就是 在北京当局 跟其他很多国家一样 很多政治上的一些种种的说法 我们也许是八卦 但是也许是事出有因 但却是查无实据 究竟这么什么个变化法子 也是大家很关切的 那么现在就是 我们讨论的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元老们 对于习近平一定有很多的不满 因为冻到了元老们的奶酪 可是元老们似乎却对习近平 也没有办法 或者说是有些元老 他就愿意和习近平保持一定程度的关系 那么来确保他的权益 或者说他们就有很多的小辫子 合在一块都是可能是一大窟窿 一大落了 那么就扣在习近平的手里面 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了 中国这种权力跟其他的某些国家一样 这种权力高层有太多的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也许很多年我们也都不会知道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起来 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 元老们对习近平再怎么不满 难道真的是一筹莫展吗 彭昭先生先给我们分析吧 我觉得这是任俊鸿回乡的这个冀组 就是说对习近平来讲 我是军你们是城 这个关系一定要理清楚 如果不承认这个关系 咱们不好合作 而且你看被打下去的人 一般都是跟习近平在这个方面不合 就是不认识习近平定于一尊这个地位 而要表现自己的才感 或者说对习近平这个不是很卖仗 包括防风会议下台 据说也是这个原因 尽管防风会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拥护习近平 后来由于防风会据说是 认为习近平不是很专业人的 在军委里边跟习近平有一些过去 所以后来就被这个什么 这也是从他们北京一些消息来源 所透露出来 就是说他们已经元老 元老在政治上的影响 你绝对不 当然是完全不同于过去了 已经没有过去西那种风光了 那是事实 那是由于习近平集权的成功 但是习近平也不是说 完全把这些元老 搁在一边 也不准求他们的意见 或者说他们意见影响都没有 因为这些元老本身也是权贵 在经济各方面 政治人员方面都有很大的权力 这一点的话是 无论不能因为由于习近平的集权而全部消失 所以说习近平也需要有盟友 也需要有新的权力组合 比如说以前说的什么团派 江派 以及习近平的之江新军 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比较模糊了现在 因为由于习近平集权的成功 其他派系也在向习近平靠拢 也就是说这些派系之间的分隔越来越模糊 大家都朝习近平这个方向走 让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能够得到保障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 曾经红回乡去 而且公开露面 对他长期很少露面 他很比较低调 也可以说是跟习近平的关系 比较和平 比较可以革命相处 这个我们在这边要请教 陈国强先生是不是要讲话 在我们看来 习近平现在是权势 就像刚刚彭教授讲的 就是已经集权成功了 在我们看来 他是叫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所谓前无古人就是说 过去掌握权力的一些元老 现在通通都已经靠边站 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力 那么中国大陆过去30年来 这个权势的发展 元老的影响力 是持续在下降当中 原来还有什么中顾委之类的 他们还发挥一些影响力 那么在背后发挥这个实质上的掌控 对于台前的这个人物 他们随时可以请他们下去 也可以把他们拉上来 权势非常大 那么现在在习近平全面掌权之后 这些元老重臣已经这个靠边站 完全没有实质的影响力 这就是所谓前无古人 也就是古人都靠边站 那么所谓后无来者呢 就是在习近平之下 就是政治资历比较浅的 年纪比较轻的 或者下一代的可能的接班人 都已经全部是他的部署 很多都是被收拾掉了 已经没有人可以威胁到他 也没有人为了快速 全力向上攀升 而去对他形成策拙的 或者导弹的 或者是令力系统跟他对抗的 已经完全没有 所以后无来者的威胁 也是习近平目前的权势 非常巩固 而且是独大所形成的一个局面 那么这一次曾庆宏出来 我想他也是非常难得出来 那么他过去的种种的传闻 也许他也是已经被 这个收拾的服服帖帖了 不会再去干扰政情 但是他保持和平关系 和平关系也不敢去招惹 所以他能够在一些这个活动上面 或者是他的既有这个资源的 还有既有关系的维护上面 能够维持现状 保持一种和平的关系 是这个陈国强先生这么讲 想到了这个曾庆宏 以前有一个外号叫庆庆王 那这个人的这个权势之大 影响率之深远 可见一般 另外呢 确实是有关一些有关他的传说 比方说这个杨尚坤 到301院住院 突然之间很短时间就走了呢 外面的这种种的说法 仿图是这个觉得这个曾庆宏的力量 那个时候因为跟这个江泽民的关系 已经可以牢牢的掌控 这个很多人的生子 这个事情当然也是我们开头就讲的 那种差无实据 也让我们想到了这个元老治国 现在当然已经 当然确实是过去了 当初这个要可以发动政变的 就因为你是这个叶剑英 这个华国锋 拿叶剑英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又好像这个八老治国的时候 这些很多人呢 他们是从这个解放战争 革命的年代就累积下来的功勋 然后呢这个累积下来的实力和影响力 那么现在这些都已经很难了 所以呢就是这个习近平 现在确实是集各样的权力在一身 那么这个彭刀先生 我们也想这个跟您请教一下 就是像这种曾庆宏 好几年没有公开的露面 现在又露面 是他自己想要露面 然后要提出来怎么样的申请 用什么样的渠道 或者说是习近平希望增进了露面 这样对习近平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个彭刀英您怎么看待 至于是不是习近平要他露面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他露面是个事实 而且他长期不露面 而且那么隆重的露面 这是个事实 我们只能从事实来分析 从现象来看待他的一些真相 我认为当然是习近平要许可的 因为原来以前习近平上来以后 已经有个规矩 不能随便去签题词露面 参加什么活动的 后来那个胡锦涛可以回乡 他那个什么记住 现在曾庆宏也出来 当然是在由习近平点头 这个市场默许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要曾庆宏现在会出来 你去上去那个胡锦涛 美联也就露面 特别是现在为什么曾庆宏 在中美关系 中美贸易协定要签证之前出来 有一种揣度 是不是也是对那个 要么是一种挑战 对习近平 要么是对习近平那种支持 这个不能判断 很难判断 是不是有这种意味 也可以值得讨论 这是一种看法 再一个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 那个九龙之水已经 这个现象已经被理顺 已经消失掉了 就是我刚才也说到了 习近平上来以后 他把权力的那个关系理顺了 就是一定要 政令要出中南海 而且从中南海就只能 中南海能够说话算数的 唯一说话算数的就是习近平 就七个常委 其他的六个常委 跟习近平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 是军层的关系 而不是平几平坐的关系 包括王岐山 习近平其实已经给了很多信号 就是王岐山 我们以前是哥们 但是现在 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军层关系 这个必须弄清楚 这是外交当估计 不是经常 没去注意的一个现象 王岐山这个很低调 在关键时刻也帮习近平解决一些国际问题 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低调的 据说现在因为习近平为了理顺这个关系 对王岐山来说 王岐山也是在习近平前 那在当年江泽民的时代 到胡锦涛的时代 江泽民相对比较开明 胡锦涛相对比较停滞 那么即使邓小平的时候 也这个元老重臣 还是有他们一定的影响力 当然我这个判断 两位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那么在毛的时候 那当然是大权独揽 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才了 那么现在习近平 也似乎也已经走向了这样的 两位是不是 现在习近平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所有的人 那就是率逐之民 莫非王臣 那么这个再怎么样 你们虽然是政治局的常委 但是也都是听命于我 那么更没有元老 能够对习近平有所制衡 那么在中国又是一个缺乏法治的社会 更没有舆论的监督 这样的话 对于这个习近平 或者对他影响 就已经没有任何 可以来对他构成什么样的制衡 这个对中国来讲 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发展 更是一日千里呢 或者是这种独裁政权呢 更是这个无远福建 究竟会怎么样变化 这个陈贵阳先生 哪一位先生 都可以 陈先生 在我们看这个习近平现在权势之集中 这个是直追毛泽东 在邓小平的时代 还有这个总统的元老 来这个来跟他分享权力 有党内的制衡 也是非常的这个有影响力 所以邓小平的时代 决策 其实并不是一个人拍满 一个人说的算 还很多的人会有表示不同意见 甚至会去这个 提出不同的这个路线 来跟他争辩 所以这个决策 如果经过这种不同意见的相机相当之后 他比较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准确的 而且能够有包容力的一个决策 那么所以在邓小平时代 乃至于江泽民时代 一乎如此 那么到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时代 最近几年 他权势是完全的集中了 不但党内无派 党外更是一片这个沉疾 就是说一方面党内 已经没有人可以向他挑战 甚至向他这个 有一个权力上的制衡 能够有不同的主张 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意见 来跟他抗衡 这个力量逐渐的已经定于一尊 其他力量已经不成气候 所以他的决策大权 可以说是独揽 这个独揽当然使得他的这个命令 他的这个意志 可以更加顺利的可以贯彻 但是呢 决策的过程 是不是因为缺乏不同意见 不同势力之间的那种交锋 或者是协商 而使他的决策比较容易 因为艺人的思考 一个脑袋的决定 而使他决策 不是非常的周圆 不是能够综合各方意见 形成比较周密的决策 另外一方面 这个党之外 并没有社会的力量 没有这个知识分子 或者各种什么 不同的艺人士 或者社会团体 来提出这不同意见 甚至是他向他权利 有一个那种牵制 那么这个力量 非常明显的是已经削弱了 我们看到这个所有的传播媒体 无论是传统的媒体 或者自媒体 我们都很难很难看到 不同的声音 在学术界 或者在各种所谓的 什么维稳律师 这些都被镇压之后 那么中国大陆 能够用不同的声音 来对决策当局提出挑战 或者是跟他抗衡的力量 也已经削弱了 所以党内党外 目前都是已经定于一尊了 那么这个来讲 固然使当权者意志 可以更容易贯彻 但对于他决策的周延性 或者是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性 是不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想这是习近平 他应该去思考 应该去面对的问题 东大学 我个人觉得 认为这个制衡是有的 不可能没有制衡 就是在毛中时代也有制衡 何况在习近平 他也没打过江山 一直从体制内慢慢 从下到上 慢慢走上去的一个审判官员 这个制衡是有的 有一种说法 就是现在包括一带一路 比如说一带一路 为什么形成这个计划 就是一个是要解决 中国大陆的 什么产业过剩的问题 就是说要把这个过剩问题解决 那么就往外扩张 在往外投资 而谁来投资 谁钱在哪里 钱都在权贵手里 都在那些大佬手里 在那些所谓的500家族手里 这些人跟习近平合作 李习近平提出一套计划 去把那个解决产的问题 我们把我们的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资产和那个什么利益 投在你的里边去跟你合作 然后大家都在里边得到 你就是说一带一路 实际上在国内的人说 一句说话就是 就是权贵在分赃的一个计划 在外边去分赃的计划 至于赚不赚钱 怎么赚钱 那是一样一回事 那些权贵也可能有时候有亏本 但是这就是权贵 像习近平表示忠诚 或者表示核度 态度的一个姿态 但是习近平要维持 也要尊重这些人的利益 要尊重这些人的利益和权威 也不能随便去动他们 但是这些人当然不能轻易去挑战 那个习近平的那个权威 我刚才说过 习近平在努力的树立一种新的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就是 从中央的权党服从中央 中央叫服从习近平 这已经建立起来了 从某种程度上已经建立起来了 但是习近平在努力的一面 但另一面就是 全国阶层和党内的那些 就是说其他势力 并不承认这个东西 或者并不高 对这个东西并不接受 但是他又无法去全面抵抗 那么就是说 其中当然就有很多 这个自走啊 比如说通过一些 体制里面的一些规则啊 这个制度啊 所谓的法律方面的一些理由 提出这些理由 来限制习近平的可权 据说在十九大上面 对不管是政治局的人选 还是常委的人选 据说啊 当时就是有一种说法 说习近平想把王集团留下来 打破这个废除这个江军民时代的 那个七上八下这个潜规则 但是没有成功 人家就说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但是据说之江之军的一些智图 智囊就认为 那我们在这个方面打破硬 那我们就来个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这个招是个败招 出了一个不好的主意 让习近平的审判在全党 包括全世界受到牵扯 我就说自主是有的 大老门不是一点影响没有 不仅是他大老门 还有很多省部级下以上的那些 所谓的各种帮什么 山西帮江西帮什么帮 这些还是起作用的 尽管习近平在消灭这些土围子 消灭这些圈子 但是完全消灭它是不可能的 只有习近平也必须平衡 也必须跟这些圈子和帮派 这个达成一组协议 那其实跟现在这个议题 有一点点相关联 因为这个元老政治 或者是元老有没有办法 对于现在的领导人构成掣褣 在中国历史上有种种不同的势力 那么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结果 那么在大陆现在起的变化 在台湾又会什么样的变化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议题 那就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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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讨论的 我们要讨论的 我们要讨论的